24. 星島日報 高鐵燃誤超支責任誰屬 2015年7月14日星島地產C02項項同行者 為全員定於今年內通車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工程不斷出現燃誤超支 除了最近預計要2018年才能通車 造價亦由原來的650億 及去年調高至的715億至853億 超支約三成 成為造價最高的鐵路項目之一 過去多年 港鐵為香港市民提供了的環保有便值的集體運輸交通服務 無可否認 港鐵公司是香港最具足夠經驗興建高鐵 這類對技術及經驗要求甚高的鐵路項目 因此就高鐵政府採取新做法 即通過委託協議委託港鐵負責高鐵香港段的設計 工程監管及營運看來是有其理據的 停工只食不設實製若工程項目順利完成 則能延續港鐵的良好口碑 而政府則通過路政署的專責小組及外聘的專業顧問進行監督 但問題是 對於鐵路這類複雜的工程項目 公務員是否有足夠經驗及能力進行監督 而路政署須有聘用顧問公司 但由於鐵路建造者一行業較專門 業內人士理應互相熟悉 這又是否會引起大家對顧問意見的獨立性的疑慮呢? 這都可能是導致外界擔心高鐵工程現誤及超支的透明度較低 有隱瞞公眾的嫌疑 據說鐵組前指 估算上升主要因是由於工程時間延長令開支上升 原造價未包括額外工程 以及建造成本顯著上升 但問題是 高鐵工程複雜及困難是眾所周知的 對於工程可能面臨的問題應提前預示到 港鐵對建造地鐵擁有豐富經驗 理應對這些問題十分掌握 因此港鐵在工程延誤方面是否應付上責任呢? 雖然高鐵現在只剩下三成工程未完成 但面對建造天價的數字 社會上部分人士卻建議叫停 不者認為,高鐵工程的未知因素如討質情況等意愈來愈清楚 理應可就工程商討封頂金額及準確的時間預計 因此停工指食或改變項目好地作其他用途的建議是不設實際 亦不是負責任的做法 因爲即使叫停工程,仍需面對成建相殺償 造價沒有減少 高鐵對香港所帶來的經濟及社會效益 未能體驗,對香港利益將有莫大損害 謝偉傳立法會議員、建築、測量及規劃計 E-mail info at tarnitsunetune.com facebook www.facebook.com doğrīng有3tywww.com 植物具 T chen Tony T.A.Y.J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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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Y.J.S.N.Joon